老狗头 老狗头你出来 啊 干什么啊老伴 去给我看 啥呀 这是啥呀 老梗头永旧落水儿童 成英雄了 寡妇巧云写的 爹出又回门口的 你这巧云式的 你说你我说他还叫兵 哭了我给救上来你是写 这玩意给啥呀 撕下来干嘛不接咋的 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 我先喊去 在一个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 我弟身边 却发生了一件春色 满园光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 这都啥腿的 咱都不明白 他寡妇之夜的 洪杏出墙是要干啥 不是 就他就是没啥 他没那么高默色 是跟哪抄来的 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往下看 长得更新鲜 念哪来这是 念了 非经我念吧 那天一早晨 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瓷溜 一不小心 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 我吓得 妈呀一声 麻爪了 一屁股坐在冰上了 只见我弟小孩在水里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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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泡的 就在坐紧急关头 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龙的速度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 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 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 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对不起 那孩掉冰窟了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老伴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语言词 他还要那天就掉冰窟窿 你说 你说对我呀 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了 没有我说就天啊 动手动脚这个动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老伴啊 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以前没动过手啊 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那你俩没动手 他俩没人管孩子呀 要有依然管孩子 那孩子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 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痒 完来瞧人家就不就就 就来了啊 来了路过岭还来的 见我弟打招呼 说大哥你看你干啥 我说这不就没事跑哭了 我说你家这挺好 就哭咚 还掉下去了 第二次我就 我就 我就当时说起来话 我根本没闪那些人 闪来不及 我就咔就被拽下来 就这点事 那你 就参加牌子 回来咋不杠我呢 这点事杠有啥用呢 好事不被人 被人没好事 你还咋想咋想啊 几会我就告你一句话 我脚歪不怕邪症 我就告你 我这个邪症我不怕脚歪 我 我怎么这脚上回不来了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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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名人了 上报纸人了 成名了 你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啊 啥写呢 耿老汉 救人惹争议 在东河院村 有位耿老汉 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 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 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有啥争议的 这什么鲜的就是 我说你的事 你 还有 也有的群众认为 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 可不该事后牵走了 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 还有的群众认为 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 一个孩子的命咋的也比一头驴值钱的 这纯粹瞎边了 你知道我根本根本没有驴 那你没要驴 那这上咋出驴了呢 有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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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驴了 当天你那个小银前驴去的嘛 这还掉进去我看挺沉 完事就放驴身上了 我给沉压去了 确实有驴 你动你那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我今大会就跟驴有关系 你能不能照驴咋呢 别说我啥情 你老干的茶会啥呀 哎呦 这又谁呀 哎呦 二哥 嘿嘿 家儿秀您在了地里啊 成人的先看一看 嘿嘿 你上一边这个东西你走着 上网上呗还啥事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 我也不是赖了租租租 上啥网 不是租租王 燕特网 那网那家老子大了不租租 你咋人救你救孩子呢 不知道谁给你踢上网上的 现在不少人跟他咔咔咔的往上踢 我下宅了 我咋越踢越糊涂 你这不猫不狗子 你下什么宅呢 我咬孩子 来 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 不能无力不起走 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 你看那玩意 还有人说现在整 有个别人财迷心跳 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 推到河里再救出来 然后回人家要钱 你看那玩意 我该死行吗 我就救这不对了 我就不应该把我都救 行不行 生啥气 你滚咋咱出名 出名多好呢 我这忘了都想出名 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 行那这事就算你俩救的 你俩去出去说 这怎么说 这怎么没关系 这怎么关系 这是耿大叔家吗 这又是谁啊 是耿大叔家吗 哎呀 大妈 你好 我是报社的记者 赶紧来出去 记者 记者 靠他出名 请记者 是 是 上康吧 那个 就上康 这是大叔 我亲舅 我是他亲爱 怎么这么个事 喂 他说我亲爱叔 我是他亲情的 这是我亲媳妇 我是他亲老头 大叔你好 你才好呢 大叔今儿怎么着了 你看 我就救个孩子 玩这家里写的 所以又要驴又要钱 就发提去了 可不是咋 你们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 跟我阿淑找你 你说人不人鬼不鬼 大叔为这些生气 你这人还小的 我呀 今天也是为这些来的 呃 其实啊 这些小报的记者 有时候确实不道德 有的也写 没的也编 你说 你是啥报的 大叔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好 好 五哥的我跟你说啊 这个 我生活没问题 跟你干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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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 你看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不是 大妈 大叔 咋出名 大叔 你们两个 误会了 我们这个报纸啊 是观众这个百姓生活 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 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我先采访采访你 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大叔 今天一见面 我看你老就是一个普普实实的农民 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 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那可能嘛 不可能 我给小孩放水里了 拉出来 拉出来 我练中涌呢 所以说今天呢 我亲自采访一下 掌握第一手材料 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 给你老人恢复名誉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那好 你先说一说 巧云家的自然情况 怎么样 巧云家俩人 两人 一个儿子 一个他 一个过得说心里话的寡婚事业的 孤儿寡母的 过得别喜欢了 他的老头在人死之前呢 喊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 他说大哥 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 家里啊 弟妹他可还都交给你吧 我说你放心 啥是你放大哥手 你就放心 从那以后我一手拖两家 家里有啥事我都去 你不用你问他 干活啥都 我 大叔 那咱从一大开春开始 村正秋收脱批打墙 各部的羊塘都东西送凉 那第二大抢了干 比干子这个家伙还伤心呢 大叔 大妈 这么点 咱们换个话题 怎么样 你别换个话题了 咱换个地方吧 好 咱们就踩你 这个得瑟根子 别说又不明白 你换个话题 好 大叔 那么我再问你 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嘿嘿 嘿嘿 这孩子 你呀别喊 这小孩啊 嘿嘿嘿嘿 跟我进 天天啦 哎呀 我走哪都干到 我要干的啥活 我就领他 打个鱼摸个瞎啥 我就领他 我这喜欢孩子呢 喜欢的 可喜欢了 完事人 喜欢喜欢我这一天 看不着他 想 不想啊 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 我半夜我也得起来 上他家门口 我晃晃 我就 要不睡不着 你三个半夜 上一家门口 换了去 你是想孩子吗 我也想孩子 他弟弟咋的 想谁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是不是人家真是干的 你这 你这 咋整呢 啥咋整呢 你想谁 你心里知道 我说人家还换个话题吧 换个话题 咱们的大叔 小人家的事啊 咱就不闹了 嗯 说说你们家的事 你家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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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老伯 你那算一看 你家是小姑娘俩 老姑娘俩 一压一小 六个人 算多了 怎么多了 年轻的时候 这算小姑娘俩 老的时候 这老姑娘俩 一压一小嘛 哈哈哈哈 两个人 没孩子 说对了 就因为没孩子 我才喜欢人家小孩 我说 明白吗 他不生孩子 你看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 对我劲儿成大了 说我 光占握不下蛋 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 我也不明白 他能二无缘自然 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我啥才你这用自然啥呗 你别跟他插糊行吗 咱还换话题吧 别落这个 大叔啊 不用换话题了 怎么了 这个情况啊 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你啊 就是听明白了吧 我听明白了 我就靠你了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你放心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 那老爸就得救个犯 没不 不用没 阿叔 人家快来了 好 那这是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不不 不是 我是生活问题报纸记者 生活问题报纸记者 来认一下 好 这个就是情况 好记者 你好 你好请坐 这个叫叔叔 叔叔 兄弟 叔叔好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 我说你们这人 你啊 你冷静点 你太激动了 冷静一下 慢慢说 外里大的这点同志 哎呀不敢当 你们难不难不忍了些个 越朦胧 抢朦胧 让我们老百姓都朦胧的事 行不行 不是 这老用啥词啊 我求你们 不是 我跟你说这事啊 停 你别打断话言说完呢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识会 这老头多好啊 啊 是我们俩的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啊 你说 你说 这不是埋着人吗 啊 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 嗯 人呢 在这在这在这 这 刚才你跑哪去了 我一直跟着你的 我叔我跟我二哥呀 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我明白明白 你说清楚 录下来没有 录下来录下来 录下来录下来 谢谢啊 不用客气 请坐 好 请请请 哎呀我看呢 你现在啊 心情比较激动 你慢慢说 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呀 我心目中的二哥 实话实说 这么说吧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热心的人 细心的人 是一个脱流滴滴气味的人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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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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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的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摆了,这是头条啊,好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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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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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啥呢,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主啊